我觉得没事 我觉得人生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你笑笑别人 别人再笑笑你 然后你再笑笑别人 别人再笑笑你 这就是人生 说起黄晓明和杨颖 这对昔日的恩爱夫妻 相信大家都曾被他们撒的糖田倒过 当初两人相遇时 黄晓明已经是娱乐圈很有名的演员了 资源不愁 而杨颖只是一位18线的女明星 即使两人之间存在巨大悬殊 黄晓明还是一眼看中了杨颖 她觉得杨颖是个好姑娘 为了娶杨颖 黄晓明真是下足了血本 为了让baby住得安稳 上海1.3亿豪宅双手奉上 婚礼上 大半个娱乐圈的人都来捧场 妥妥的世纪婚礼 婚后 黄晓明把杨颖宠成了公主 黄晓明曾在采访中表示 喜欢杨颖不是因为她的长相 而是因为她的单纯善良 我一生中很难碰到这么好的一个姑娘 长得好看 人又漂亮 一个意思 对不起 性格又好 性格好 又努力 又乖巧 又做作 我妈妈又非常非常喜欢她 我妈妈觉得就是特别满意 所以很难得碰到碰到这样子的一个姑娘 是这点 让黄晓明下定决心要帮助杨颖实现她的愿望 而杨颖的心愿 就是得到更多的资源 所以在黄晓明的安排下 杨颖的资源可以说是逆天 不仅迎来了大量的电影资源 还有顶级的电视剧资源 在黄晓明的力捧下 杨颖直接晋升为新的四小花旦 而杨颖个人也非常努力 凭借跑男中的精彩表现全粉无数 收获了不少粉丝的喜爱 杨颖的名气越来越大 事业再次达到了巅峰 在这期间杨颖的收入一度超过黄晓明 而杨颖和黄晓明的身份也渐渐发生了变化 曾经的小娇妻变成了女强人 因为我自己啊 从15岁开始工作 所以很习惯就靠自己 就算我的另一半再有钱 我也不想伸手问人要钱 共同参加活动时 黄晓明非常绅士地给杨颖提着裙子 而杨颖却是没有回头看过黄晓明 一眼 黄晓明把精力都放在杨颖身上 无暇顾及自己的演艺事业 使他本人的口碑和名气 却开始大幅度下降 在观众心目中的印象一天不如一天 因此黄晓明陷入了事业的低谷期 黄晓明曾说过 40岁以后就发现自己不再是一线了 以前都是老板来求我演戏 我还不一定去 现在我反过去求人家 人家也只是表面客套 不一定会用我 以前人家求我来拍戏的时候 我可能都不一定接的 因为太忙了 到现在我反过去求人家 人家也只是表面客套 但不一定会用我 因为他们觉得你已经不如以前了 我用你没什么用 我不如找流量小生 不如找票房大明星 现在似乎我跟这两个都没什么关系 黄晓明采访中的这些话 透露着他深深的无奈和心酸 baby在黄晓明41岁生日的时候送了他一份大礼 那就是他们的儿子小海绵 本以为小海绵的出生会给这个家庭增添一份温馨和幸福 但是令人没想到的是 两人的感情逐渐出现了裂缝 结婚后的baby一直努力证明自己有多独立 只为了能够摆脱靠黄晓明才有今天的这种说法 一边享受着黄晓明对自己的讨好 一边表示自己不愿意依赖别人 不少网友表示这是典型的过河拆桥 就在今年一月份两人终于发声宣告了离婚 在一次节目里 赵丽颖就问黄晓明还会考虑再结婚吗 毕竟人生还长 总会遇到下一个真案 怎料黄晓明是这样回答的 这辈子就认定是他了 不少网友纷纷表示估计baby听到后都要泪目了 离婚后的黄晓明变化了许多 整个人又恢复了昔日的光彩 他更加注重自己的形象和事业 六月份官宣的《玫瑰之战》阵容中 不难看出黄晓明确实变了 这一变化让人惊喜 也为他挽回了不少口碑 看来两人分开也许是最好的结局